玉米面里打入两个鸡蛋,没想到这么好吃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,做法竟然这么简单 100克玉米面,倒入80克开水烫面,量制温热 加入10克白糖,两个顺产的鸡蛋,三克发面旺 平时发面总是发不好的,一定要试试这个 它没有酵母味,吃起来就是老面发面的味道 再加200克普通面粉,放入一把红枣丁,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,先不用发面,直接擀成长方形面片 像视频这样,切成三角形,再从宽的一头卷起来 直接摆放到温水锅中,醒发30分钟 水开计时蒸12分钟,关火焖2分钟出锅 这样做的玉米面牛角包,非常的松软好吃 还有红枣的香甜味,粗粮细作,营养健康,大人小孩都喜欢